起来吧 唐杰淡淡道 我还以为深渊界的人类都死光了 没想到还有存活的 看样子还不止一个 少年一呆看向唐杰 从这话里他听出一些别样的含义 还没来得及说话呢 唐杰一道 我叫唐杰 你叫什么名字 皇甫梦 少年本能的回答 随即意识到什么 脸色抖得一红 七七挨挨起来 我 唐杰却也不在意的道 你的性别对我毫无意义 我只是路过此地 若是你关于妖族能提供我一些不知道的消息 那些妖师便都是你的 皇甫梦呆了呆 这才意识到 罪方既然能连如此凶悍的妖王都轻易击杀 自然是更加强大的存在 自己这点障眼法又如何骗得过对方的法眼呢 撤去法术 那原本瘦弱的少年模样竟渐渐变成一个少女 只是身形依然瘦弱 仿佛风一吹就会散架一般 唯有双眼始终明亮 皇甫梦对着唐杰一公道 不知唐安公想知道什么 随便 只要是我不知道的就行了 唐杰满声回道 虽然依依已经来了神元界多年 但毕竟只是她一个 不可能了解整个神元界 而且从人类的角度看神元界 必然会有许多的不同之处 于是接下来 皇甫梦就为唐杰讲起神元界人类的遭遇 其实依依当初说人类死光也基本没错 在经过漫长的战争后 随着妖族获得胜利 人类逐步走向灭亡 如今神元界剩下的人类已是寥寥无几 而且全部转入地下世界生存 地表上已基本见不到人类 不过地下世界环境险恶艰难 且同样有强大凶悍的妖兽 人类在其中生存依然艰难无比 必须步步小心 更何况地面的妖族 也从未放弃过对地底世界的进攻 人类向地底世界的迁移 进行了约八千年的时间 在这八千年里 人类先后建立过一千多个大中型地下城市 却又一次次被妖族摧毁 每一次 妖族都会宣称人类已彻底灭绝 但是每一次 人类又都会如荒野中的杂草一般 顽强地存活并繁衍下来 人类好比兔子 永远都死不光 这是一位妖族大能说过的话 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妖族对人类的猎杀更加肆无忌惮 他们不需要考虑将来 不需要圈养 只需要不停地寻找杀戮 猎食以及吞食 在这种情况下 每一个侥幸存活下来的人类 都有着超乎寻常的逃亡与躲避能力 小姑娘皇甫梦 只是一个还未脱繁的小丫头 但是她的身手之敏捷 行动之灵活 还有出色的逆藏和幻化能力 已经远远超过她这个阶段的同类 至少唐杰在她这个阶段 除了肉搏强功方面比她强外 隐藏和突袭手段都自认不如 而按照皇甫梦的说法 这在神缘界每一个幸存人类身上 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 做不到这一点 就都已经死了 在这个世界的人类 把逆迹逃逸类法术推到了极致 尽管如此 生活在地下世界的人类 还是因为地下世界贫乏的资源 而长期处于困苦饥饿的环境 为此 每年都有一些人类 冒险来到地表寻找食物 又或者成为妖族的食物 皇甫梦就是这样一个人类 因为贪恋于地表资源的丰富 小姑娘忘记了在地表狩猎的规则 流连不去 结果就是被这一代的妖王注意到 险些生死 你说你在地表生活了三个月 在听过皇甫梦的话后 唐杰问道 小姑娘用力点点头 那你应该已经得到足够的食物了 为什么还不回去 皇甫梦咬了咬牙这才说道 为了让更多的人活下来 族里正在遭遇一场危难 我们 求恩公救救我们吧 他突然再次跪倒在唐杰身前 陈述着地下的情况 原来皇甫梦到地表来 不仅仅是因为地下资源的短缺 也是因为他所在的部落 已经到了十万火急的地步 皇甫梦所在的是一个叫做暗村的人族村落 人数不多 大约三百多人 他们生活在地底一处非常隐秘的环境中 即便是妖族也很难发现 但隐秘也代表着资源的极度贫乏 为了生活 那里的人类主要依靠一种叫阴影苔藓的生活存活 这种苔藓 只要有一点水就能存活 可以生食 味道很糟 但至少可以保证大家活下去 但是不久前 暗村的阴影苔藓突然大量死亡 不管大家用什么方法都无法改变阴影苔藓的死亡 饥荒的威胁开始蔓延 人心中充满了恐惧 皇甫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铤而走险来到地表 他的确获得了一些食物 但是为了村子里的人 他把这些食物都送下去了 并为了更多的食物 长期徘徊在这一带 也就是说 一个村子三百多人 就靠你一个人来养了 唐杰问道 不 不是这样的 只是地表不能有太多人 而且 皇甫梦结结巴巴的解释着 人越多 就意味着暴露的风险越大 越可能给大家带来孽顶之灾 事实上 皇甫梦本身的出现就是违规 地底世界的人 根本就不允许他上去 他得到的食物 根本不敢说明来源 而是全都做成肉干 偷偷散发出去 当然 村子里的人也不是全都在那等着 他们也曾去地底其他地方搜小食物 但不管哪个方向都充斥着凶险 就在这段时间 暗村已经死亡了十余个村民了 尽管悲惨 却没有引动唐杰的怜悯之心 身为大能级修者 一方面他必须以天下为己任的心态 但另一方面 他又必须足够的冷酷无情 不能因为随便一点小事 就停止自己的步伐 他到这里来 是搜寻神元界妖族的密约的 看他们有什么底牌 是否会给七侠姐带来什么麻烦 若是因为几百个人的小村子而耽误正事 那么害死的可能是数以亿计的人 所以他绝不可能感情用事 该狠心时就狠心 小姑娘的哭泣没有打动他 就在唐杰认为 他已经无法从小姑娘这儿 得到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准备离开时 却听到了一句话 皇甫们哭泣着说 都怪我 如果不是我挖通了那种蓝色的水 阴影苔藓也不会死亡 蓝色的水 什么蓝水 唐杰一愣 一种深蓝色的泉水 从阴暗的地底深处流出来的 由下往上流 非常非常的轻 很冷 皇甫们用笨拙的方式描绘着 虽然他不太擅长组织语言 唐杰的心中 还是浮现出这种蓝水的面目 脑海中已在瞬间 闪过各种汽水的名称 并最终想到一个名词 天空之泉 天空之泉 是一种极度轻质的骑水 能够在空中漂浮 不断向上 骑色上蓝 这种骑水的用处很多 可以成为制作一些特殊阵法的材料 可以用来制作提升飞行类法术神通的单幅蜜路 可以洗涤身心 提升根骨 可以不过后者需要的量比较大 而且对唐杰这个级别 也没有太大的作用 皇甫梦所说的蓝色清泉和天空之泉很像 唯一不同是天空之泉并不阴冷 不带良意 所以唐杰并不能肯定 这种水就是天空之泉 但是不管怎样 这种奇特的水已经引起唐杰的兴趣 他难难倒 看来还要有什么意外的发现呢 然后他转向皇甫梦 带我去找那潜水 这些妖狮就是你的了 要去乌冬村 就得先去地底世界 如果没有皇甫梦带路 唐杰永远不会想到 前往地底世界的路 竟会在这样一个地方 那是一个浑浊的水坑 上面还漂浮着一些鸟兽的粪便 让整个坑洞变成一个 散发着臭气的便池 唐杰站在水坑边缘皱着眉头 通往地底的通道就在这儿 皇甫梦很认真地点头 下面有个法阵 可以直接通往地底 是很早前就存在的 池子是用绝灵石打造的 可以隔绝灵气波动 臭味更可以让妖兽不愿探查这里 也只有这种地方 才能躲过他们的鼻子 他们对人的气味很敏感 那食物呢 唐杰问道 他注意到皇甫梦并没有戒子袋 就这么拖进去 皇甫梦回道 沾点脏东西而已 对恶极的人来说是不会在乎的 他说着 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妖狮 十二具妖狮 拖起来是个大麻烦 唐杰手一甩 一个戒子袋落在他身前 这是 皇甫梦拿起戒子袋 立刻认出这是什么 激动得全身发抖 对于资源贫瘠的地下人类而言 戒子袋早就成了妖不可及的存在 送你的 唐杰随口道 信手一挥 已将那一群妖狮装进袋子里 然后随手放出罩子罩住二人 向水下沉去 他可不想被这些污水弄得全身又脏又臭 这下面有绝灵石 法术无用的 皇甫梦还想提醒唐杰 却惊异的发现唐杰的手段完全不受绝灵石的影响 就这么带着二人沉入水下 皇甫梦呆了呆 这才想起 村里的前辈曾告诉自己 绝灵石从来不是万能的 强大的修者可以直接无视绝灵石的存在 要强大到什么程度才能无视绝灵石呢 皇甫梦不知道 但他知道 眼前这个男人毫无疑问 已经强大到一个他根本无法想象的境界 强大的十二妖王 在他手中如泥塑石雕般不堪一击 这使他看唐杰的眼神分外不同 充满了异彩 心中已是泛起一阵阵的涟漪 一路下沉 他们很快来到水潭底部 按照皇甫梦的指引 唐杰向水下一处石壁摸去 摸到一个小小的凸起 向里一按 那石壁打开 现出一个洞口 洞内射出一团灵光 将水阻在外面 唐杰已带着皇甫梦进入洞里 再按一下里面的石块 石壁便自动关闭 皇甫梦带着唐杰向里走了一段路 一路上竟然还有好几处机关陷阱 岔道以及警报装置 可见当初布置这一切的人有多么的小心 一只来到洞内深处 唐杰才看到一个传颂镇 传颂镇很是简陋 唐杰仔细的看了一下坐标 对他来说 传颂镇没有价值 坐标才是唯一的意义 妖族未必就没有不掌握传颂镇的 但是传颂到地底是一回事 能找到人类是另一回事 皇甫梦开始转动传颂镇上的坐标 感情之前的坐标是错的 够谨慎的小姑娘 好了 从这里可以到村子了 转动完毕 皇甫梦兴奋的说道 有了这许多妖师 村子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都不愁吃喝了 而且妖师蕴含的力量强大 也许能让村人的实力更强 踏入传颂镇 再将启动的灵石放进去后 皇甫梦与唐杰已出现在另一座传颂镇上 这里依然是一个山洞 从洞中出来 拨开掩护的草木 唐杰看到眼前是一片幽暗昏黄的世界 天空中没有苍穹 唯有大片大片的岩石穹顶 亮光不是从上方下来的 而是从地底 干裂的大地上 一些地火从地心冒起 是他们带来的光芒与热量 造就了这充满死及干旱气息的地底世界 皇甫梦拉了拉堂杰 指了指大地的一角说 村子就在那边 话语戛然而止 就在皇甫梦所指的方向 一道黑烟正冉冉升起 隐约间还可看到火光 皇甫梦再也无法自制地颤抖起来 唐杰一把抓住皇甫梦 走 去看看 以向着黑烟升起的方向飞去 飞逝如电 眼前的景象 因着快速而不断放大 越看越轻 那分明是一个村子 正在经历大火的焚烧 皇甫梦竭尽全力地压制自己 可随着越来越近 景象越来越轻 村子里的情况越看越清楚 皇甫梦看到 那就是吴东村 而此刻村子中正躺满了尸体 吴伯 李沈 还有三牙子 汉叔叔 皇甫梦张大着嘴叫起来 一个又一个名字从他口中蹦出 那些曾经熟悉的人 再也不可能答应他 他们躺在地上 任火焰赤口 将他们变成一句句的交尸 此时 唐杰已带着皇甫梦来到村口 他落到地面 皇甫梦一下就冲了出去 他顶着大火 拼命地从火堆中 扒着那些他熟悉的人 任火焰灼烤双手 将他们一个个抢出来 唐杰挥了挥手 在皇甫梦身上 升起一个护照 让他可以扛住火焰 然而 任他如何努力 死去的人 终究无法活着回来 更多的人 就算扒出来 也早成了交叹 甚至连谁是谁 都认不出来 望着这一切 皇甫梦再也 克制不住地大哭起来 来之前还带着美好的憧憬 转眼之间 所有的一切都化为乌有 换成任何人 想必也无法接受 唐杰并不劝戒 只是静静地看着 他很清楚 碰到这种事 多劝无疑 经历这类事的人 需要发泄 他只希望 这发泄不会太久 令人惊讶的是 皇甫梦清醒的速度 比他预料得快得多 只是片刻之后 皇甫梦就停止了哭泣 他将那些交叉收起来 然后挖了个坑埋起来 最后 还竖了一块墓碑 一切都做得有条不紊 尽管唐杰抬抬手 就能帮他做到这一切 但他最终 还是选择了在一边看着 什么也不做 立好坟后 皇甫梦对墓碑 磕了几个头 说道 爷爷奶奶 叔叔伯伯 还有姑姑沈氏兄弟姐妹们 只要皇甫梦还有一口气 一定会为你们报仇的 他说着站起来 对唐杰道 走吧 我带你去找那蓝色泉水 他明知道 只要恳请唐杰 所谓的报仇就能立刻解决 却偏偏咬着牙就是不说 而是就这么向前走去 唐杰道 听你的口气 你好像知道是谁灭了你的村子 皇甫梦头也不回地说道 在地下 只有两种存在威胁我们的生存 一种是妖族 一种是血徒 妖族是不会焚烧村庄的 更不会把尸体丢掉 对他们来说 人类是最美味的食物 所以就只有血徒 血徒是什么 唐杰问道 皇甫梦停着了片刻才回道 人类 人类中的败类 在地底世界活不下去 不敢去招惹强大的妖族 就去强掠对付自己人 他们是恶棍 流氓 无耻的匪类 有些人甚至连人都吃 他们吃人吃的时间长了 连眼睛都变成了红色 嗜血 邪恶 所以被称之为血徒 这样啊 看起来地底人类的世界 比我想象的更丰富一些 唐杰随口道 对于皇甫梦所说的邪恶暴徒 倒是半点都不奇怪 越是危难时刻 越是考验人的良知 混乱诞生于疾苦 邪恶存在于贫困 混乱时代多匪类 这些话可不是说说的 对于地底有暴徒 唐杰一点都不奇怪 有才正常 没有才不正常 事实上在地下 暴徒才应当是主流 像吴东村这样的非暴徒 才反而更加罕见 唐杰不惊讶于血徒的存在 但是对于皇甫梦 在这种情况下 还能保持清醒的头脑 倒是表示赞叹 虽然这种程度的推理 算不上什么高明 但至少它意味着 这是一个肯用脑子的孩子 人的智力大多其实都差不多 只是有些人擅长运用 有些人不擅长运用 还有些人甚至懒得运用 皇甫梦显然属于擅长 此习惯运用的那类 在他身上 唐杰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不过他终究什么都没说 只是跟着皇甫梦 走向天空之泉所在的地方 他甚至没告诉皇甫梦 其实他早就看到 距离这里数里外的地方 有一队人马正在撤离 他们应当就是皇甫梦所说的血徒 他们刚刚干完这一票 正要离开 只要唐杰愿意 完全可以追上去杀了他们 但他什么都没做 只是在其中一个人身上 做了标记 然后就跟着皇甫梦走向天空之泉 就会让他走向天空之泉 就会让他走向天空之泉